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斗罗大楼中,七怪联手可是非常强大的 再加上戴木白、马洪俊等人又有了自己的第四魂迹 战斗力和之前相比完全上升了一个档次 一番有幸无险的战斗后,众人终于战胜了这只鬼虎 并由朱珠卿给予了鬼虎最后一击 由于唐森的药材吸引了太多的魂兽 所以在戴木白和朱珠卿之后,史莱克团队的其他人也退入了毒阵 退入毒阵还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 可以用唐三的飞天神爪将毒阵外的魂兽给直接拉进毒阵 为宁容容选择的魂兽就是使用的这个方法 简单有效还没有危险,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宁容容的魂兽也确定了,接下来就轮到唐三了 可是唐三的选择却让众人大跌眼镜 唐三竟然没有选择千年级别的魂兽 而是选择了一只万年级别的地穴魔珠 此时的唐三只有40级左右,这就要选择吸收万年红环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唐三的吸收极限,简直太冒险了 而且小五还说,万年以上的魂兽在吸收的过程中会对魂兽产生灵魂震荡 那是非常危险的,小五表示非常担心 甚至还表示要和唐三同生共死 如果唐三有意外,小五也不活了 为了小五,唐三说什么都会挺过去的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,泡天锤上有几个是万年红环吗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